好 我们现在看到来自于印尼的选手马维洛 马维洛呢也是在之前的长拳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 其实还是很很有机会 马维洛应该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前四位的 看看他今天的发挥 近些年的中国武术也是在不断地向外传播 和之前的几届武术实际赛 包括一些世界杯的比赛相传 反正本届实际赛应该说这些国外移民 他有水平 真的是在不断地在追进人 甚至于他的演习动作标准 也是反正的相当地大 对 这也是在通过每一次的比赛 他们也是在不断地提升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提高 这名运动员的难度完成得也是很漂亮的 是 这个速度啊 也是应该是跟之前那四位选手是在同一等级 甚至可能还有个别的会超越 还是有竞争的啊 对 那几个难度动作呢 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是看后面的一些小细节不要出偏差 好 三 喔 就这一部分 预伍 白贝罗 操 操 dispos 看一看 看裁判这边能给他等级到几级 能够冲到二级就是稳稳的冠军 9.656 一跃反超了韩国选手车程鞋 冲到了第一 小伙子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 对 比方便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收纷 请不吝点赞 计划